美国放弃本该对一名伊朗关键高层的制裁究竟是何打算 是美国服软还是这位伊朗高官有什么猫腻 美国与伊朗的争锋至今为止依旧没有结果 除了不断的军事施压以外 美国还试图以封锁伊朗石油的方法制裁伊朗经济 在上次伊朗击落美军全球英时 美国还追加了对伊朗最高领袖和其他领导人的金融制裁 但是除了被伊朗总统称呼为智障以外 似乎没什么用 最近美国下达的金融制裁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本该列入金融制裁名单的伊朗外长扎里夫已被放弃制裁 据消息人士宣称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反对制裁伊朗外长 并认为对外长扎里夫制裁此举并无必要 只是美国服软不想再死磕下去了 还是这位伊朗高官有猫腻 伊朗外长扎里夫曾在接受纽约采访时 就表示他在海外账户并没有任何财产和账户 美国对他的制裁完全的多此一举 除此之外有分析人士认为 华盛顿选择放弃对伊朗外长的制裁 还有一份特殊原因 早在上个月美国宣布对伊朗领导人进行金融制裁时 就指出一周才对扎里夫进行制裁 美国此举难道是提前提醒扎里夫转移财产 但是分析认为 其实真正原因在于扎里夫相对于其他高层 态度没有那么强硬 伊核协议也是他的推动下才签订的 所以如果美国希望以外交途径解决目前的困境 外交部长扎里夫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要是再把这位伊朗外长得罪了 就难以谈判了 此外 美国已经通过盟国告知伊朗控制好核研究 别再破坏美国利益了 美国此举就是在告诉伊朗 别再玩火了 停止浓缩诱吧 美国想要做下了谈判 而且这也是给伊朗一个台阶下 前几天伊朗军方领导人阿布多拉特穆萨维也曾表示过 伊朗无意与任何国家发生冲突 这也变相地释放出伊朗想要缓和局势的态度 的确 美国的制裁对伊朗伤害太大了 内地物价飙升 石油出口也被限制 伊朗早就苦不堪言了 但是只是不接受美国的方式谈判而已 美国和伊朗的态度都是为之后的谈判留下一个契机 到时候是战是和也可以选择 双方都是聪明人 早就留好了后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